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示範是 香蒜歸於食宿便當 白花與綠花椰處理過之後 那馬鈴薯我們就是用切開的方式 一口大小 那買到一些通路上面的鮭魚的話 你只要剪開 把它擦拭就好了 然後它旁邊會附一包醬 那這是那個我們的香蒜醬 如果你要讓它比較有味道 表皮畫刀就好了 因為皮比較厚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從皮開始切 不要從它的肉身切 然後從皮的上面 然後開始去醃漬它15分鐘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滑蛋 加入少許的研發 油的溫度高不高 可以用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看它冒煙 第二種是看它油的滑動性 像它這個油是已經非常快了 那代表說它的溫度是非常高的 下雞蛋之後 它會瞬間把它的溫度會降低 我們輕鬆地把它攪拌3到5秒之後 馬上熄火 用它裡面的餘溫做成滑蛋 當你看它表面所有的蛋汁 都已經成滑動性的時候 就馬上要起鍋 接下來我們就把我們所有的食材 放入碗裡面 加入少許的鹽巴 黑胡椒粒 還有奶油 橄欖油 均勻地攪拌 讓奶油都融化在每個食材上面 這樣等一下烤出來的顏色 都比較有金黃色 再來我們把我們剛好 已經醃好的鮭魚排 拿下去烤 我們將所有烤好的東西 還有我們的滑蛋 然後放入我們便當 就可以變成我們的鮭魚食蔬便當 最後把我們炒好的滑蛋 這就是今天為您示範的 香蒜鮭魚食蔬便當